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 古人一开始以图画济世 几经发展演变成了文字 再后来发明了毛笔 便产生了书法 古往今来 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中国书法是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 被誉为 无言的诗 无形的舞 无图的画 无声的乐 历经颂 原 明 清 中国书法成为一个民族符号 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和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 2009年10月 中国书法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民路